带外头撑伞的里长 走向一对老夫妻 三人爆发口角争执 老翁气得走回屋内 里长突然丢下雨伞 朝屋内大喊 里长一来劝阻 下一秒 里长拿起一旁的铁笨豆 朝大门猛敲 接着老翁冲出来 手拿一把斧头 两人互相拉扯 混乱当中 老翁妻子摔倒 躺在地上痛苦挣扎 叫他们铁笨 结果他换了铁棍 要出来打我 我把他抓的铁棍 把他拉出来 这起纠纷 全因为彰化园林 雨营路上 某地主自知是 50年以上继承道路 依旧买下 还围城围离 不让住户通行 一年多前遭墙制拆除 但地主不死心 改在附近墙壁 替了私人财产字条 引发居民不满 日前里长前往协调 却发生暴力事件 跌倒 他自摔 他也跟住户呛销说 你如果不让我贴的话 我要把这个路围起来 被指控打人 里长气愤否认 强调从头到尾都没动手 但看看这处香弄道路 不少居民骑车都会路过 万一遭强制封闭 势必引发民怨 本来就没合理了 这个人走路在逃走 这个是现有巷道 原则上就是要 跟公众来通行 里长和地主 为了道路纠纷 爆发冲突 地主的妻子也验伤 并提告 让林里街闹得很不愉快 记者林世新王百英 章话策访报道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 再次见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